白日一三境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這一首司頭講 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詳 但是投票 想要讓你的股票 更上一層樓嗎 除了追漲停板以外 你有更好的方法 是什麼方法 今天 告訴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股市洋威節目 我是維穎老師 今天週末 很開心 這一整個禮拜 行情表現的 也是不錯 但是呢 你有沒有賺到錢 投票你問問你自己 你有沒有賺到錢 萬一你是追高的 萬一你去追 很高很高 漲很多的IC設計 今天啊 可能笑不出來啊 可能這個週末開始會有點擔心 開始後悔 開始懊惱 老師為什麼我要追高 那下個禮拜的關盤重點 是什麼 我要跟大家做報告 但是講之前 我們一樣是首師啊 再來複習一次啊 白日一山進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大家都想要更上一層樓 大家都想要你的股票更上一層樓 你的 財富 你的錢包 更上一層樓 那我一樣改變一下好不好 牛市一山進 鈔票 放水流 欲追漲停板 勿 盡 套牢 樓 投票 這兩天 IC設計 不小心追到漲停板了 不小心去追高的 真的都套牢了 資金輪動非常快速 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你的選股 一定要符合我們 我們所跟大家報告的 三位一體買好股的方法來做 為什麼 你買這種股票就算短線上面 真的不小心不小心你追高 去套牢了 但是他後面創新高的速度是相當之快 幾乎不太會有所謂套牢的問題 賺錢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有沒有怎麼去說 怎麼去說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有沒有 今天的一個大盤 各位 其實已經在這邊橫向整理了三天 橫向整理了三天 那我跟大家報告 原則上上 的壓力 還是跟大家講上檔的壓力還是存在的 所以現在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現在 因為外資放下去所以你指數要推升 難度本來就很高 你不要妄想說你指數現在要推到1萬8 各位 一定會等到什麼等到選舉前 才會推啊 那現在 11月12月我要賺什麼 各位賺中小型股票 作帳行情集團作帳行情我跟各位講你現在要賺什麼 作帳啊 集團作帳 主力作帳 你現在要賺的是這樣子的行情那這樣子的行情 其實啊都比較偏向 所謂的 中小型股票 為什麼因為他很標啊 速度很快啊 而且又不占權重啊 所以你大盤有沒有漲各位已經不重要了 他現在我跟大家講 我已經跟領先 我已經提前跟大家預告 他要創 大盤要在創新高的難度 是很大的短期上面我覺得 11月12月要創新高難度 蠻大 但是股票會飆到你 不敢想像 現在是走作帳行行 走主力作帳 外資放大價去為什麼因為接下來你想嘛 12月聖誕節 那外資是不是提前放假 所以 內資 敢操作為什麼你看今天的被動元件 對不對 畫被動為主動國具一動 誰敢不動 有沒有 今天2327的國具來你看一下 是不是大賞 國具一動 誰敢不動 你看一下我們跟大家報告的6127的9號 最強 所有被動元件當中最強 各位 我們在哪裡跟各位講 這一根K線 有看郭文老師連線都知道 我們在哪天講 我第一個講 我們一講完就漲停板 就漲停板隔天又漲停 整理了三天今天 又漲停 所以我跟大家講你現在這個行情到底應該怎麼操作 集團作帳 主力作帳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有一份重點的好禮 各位注意看喔 有一份重點的好禮要送給大家 現在周末嘛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各位請加LINE 交流委員老師LINE 我要跟各位講 選舉財神概念股 有五檔股票 這五檔股票會怎麼樣的強勢的來 你看一個東西來我給你看個東西 朋友 我跟大家講什麼 11月22號 禮拜三的節目我跟各位講 三位一體懸骨把我們公開看好 8086的 宏傑科 各位投票你看一下今天 8086宏傑科 夠不夠強 投票你問你 我問你 你覺得夠不夠強 有沒有公開預告有沒有事先預告 有沒有事先跟大家講 來投票你看今天 強成這個樣子有沒有 10點鐘 叮咚叮咚亮燈 亮燈掌停板 亮燈掌停板我們事先公開預告 我們是有本事 我們事先先講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事先講 11月 22號的 節目 來 11月22號的節目 我們跟各位講三位一體懸骨法公開看好 8086的 宏傑科 我跟各位講什麼 他的 EPS 上升 他的 毛利率 上升 他的營收非常明顯的好轉 這一種股票 就是會飆 這一種股票 就是會漲 來投票有沒有 是不是跟我講的 完完全全是幹嘛 完完全全是不是一模一樣 今天是不是創高 所以呢 我們跟各位報告這個這份好禮不要錯過囉 非常非常重要這份好禮來 周末送好禮 選舉財神的概念股要送給大家 送給大家 不要錯過有五檔股票 請加lite 看節目的 所有的觀眾好朋友 請加入lite 加入lite 我們有五檔 選舉的財神概念股 要送給大家他就像 九豪一樣 他就像洪傑科一樣 再度的噴發再度的攻擊再度的大漲 千萬不要錯過 你要驗證威遠老師的實力 透過這次活動 對不對 透過這次活動 趕快參加 先來 索取我們這個 選舉財神的概念股 那怎麼索取 加入lite 加入lite 做贈送 做贈送 好不好這份資料 送給大家 這份資料 送給大家但是你要加入我們的lite 在這邊 小老鼠 或掃描 QR Code 都可以喔都可以先跟大家 做一個報告來 所以我們繼續再看 今天其實大盤是震盪 當然有些新聞跟你講 ETF換股啊 比如說00878換股 廣達偽創留下 新增 聯電 世界先進 統一 三檔在11月30號會生效 所以我們之前當 之前也跟各位講過 廣達跟偽創 根據00878的選股的法則 其實事實上是不太會把他們剔除的 不太會把他們剔除 因為整個00878前面10檔幾乎全部都是AI的股票 怎麼剔都剔不到他們 各位投票對不對 所以呢前十大成分股 還是什麼幾乎都是 電子股為主你看他這個 即將納入的 成分股就是聯電嘛 世界先進跟統一 本來還有的相關個股是什麼 前十大華碩廣達 偽創聯發科大聯大 光寶科 然後呢人保英業達聯強 只有國泰金市議長金融國其他 幾乎我放大家給你看 幾乎都是什麼 幾乎全部都清一色都是電子股 全部都是電子股 各位沒錯吧 都是電子股 那電子股代表一件什麼事情 代表行情來 主力最作帳 集團作帳 最喜歡電子股 沒有錯吧最喜歡電子股當然是透過這一波行行 11月份12月份我跟各位講過外資會去放假你要趁這一波 趕快好好的把握 趕快好好的做把握 再來 像這個 政策牛肉股 我們的選舉概念股要送給大家的裡面就包含了 政策概念股 當然 我們會偏向什麼 執政黨這一面為什麼執政黨還真正去 拉 拉台所謂的股市吧 今天這樣的破局 這個藍白河的破局讓我們不評論 評論政治 藍白河的破局那就代表說什麼 政策概念股 就是要看執政黨 軍工 航鈦 綠能 看這三個方向 這三個方向裡面呢我已經選了股票都放在裡面喔 我已經選了股票都放在裡面喔 而且是基本面很好的喔 符合三位一體選股的好股 放在裡面了 大家好好做把握 先送給大家 先送給大家好不好 來 我想今天 整個媒體 很吸睛啊這個東西我覺得報導比股票還要多啦 全部人都在看這個東西啦 不過當然這已經 反正已經成定局啦就是這樣子啦 那後面呢我覺得就是 政策的相關概念股啦 我們要趕快 來做一個操作啦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確定了 投票就是什麼 就是綠能就是軍工就是生計 現在政策的概念股就是走這個地方已經確定了不會有懸念了已經確定了 就是 執政黨的方向了 對不對沒有錯吧所以這裡面我都選好包含在裡面的 各位要好好做把握好要做把握好不好來 我們再看啦 現在很多投票 我一直跟各位講要換股 那 為什麼不換 哎呀老師我手上的AI股票你看 我要跟著00878一起 共存亡對不對00878也沒有換啊我也不要換各位你不一樣喔 不行喔為什麼 基金跟你的股票你不能混為一談啦 基金可以跟他抱天長地久沒有關係他可能總有一天等到你啊 萬一沒回來呢投票你可以這樣等嗎 你可以這樣等你不行對不對我舉個例子啊 之前啦AI在夯的時候啊 買進偽創 三代興旺 AI浪潮之後啊 買進偽創 身心受創 再來呢擁有公保入住地保現在擁有公保 賠掉地保 報勞繼家 立業成家 現在呢報勞繼家 回不了家 很多啦 加碼廣達飛黃騰達 現在呢加碼廣達 腦袋阿達有這麼慘嗎來我們看一下 剛真的有這麼慘 我們看一下3231的偽創 各位 這兩個禮拜其實大盤表現不錯有沒有漲 居然沒有漲 各位 2382的廣達 還破低 2376的技嘉 也是慘不忍睹 怎麼會這樣子 你看一下大盤有沒有我問你喔 這是多頭還空頭 我問你這多頭還空頭 你不會回答我是空頭吧這多頭還空頭 對啊知道答案嘛可是為什麼這些股票會這樣子 換股換股換股你要換 你不動不能不能說他不動你不動啊 敵不動我不動啊你不動你的錢就不會動可能會越來越少 你看到那些股票在飆很多人投資朋友 是這樣子啊你看到說有些股票在飆你忍不住這個禮拜 就這兩天你才去追IC設計的 那就頭大啊 頭有你懂我意思嗎就頭就 頭就大了來我們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你追這個 神盾的6695的新頂最近蠻紅你看昨天 公到64塊結果今天剩多少今天剩58塊 再來8054安國 昨天追95塊 今天剩81塊 5351的預創 5656塊半到今天收53塊半有沒有再來 經歷科 對不對 5254到這個收盤 所以我跟各位講啊你現在再回頭回頭再看喔 大盤 各位 再回頭看是大盤 喔是不是 所以你現在現階段 你要換股你要換股超速啊那你怎麼換你不能亂買啊 對不對你現在在這裡啊有沒有 你現在在這裡啊 你要標過去嗎跟著大家亂買嗎 還是要跟著我們一起 投資未來有前景的公司 買進三位一體的好股票 毛利率跳升 EPS跳升 營收大增 這種股票絕對是你安全的保護站 安全又會大賺的標的 這樣子選股 才是對的而不是今天看到什麼漲停 我去追 就如同我們跟一開始跟各位講嘛 白日欲三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兼禮木 更上一層樓 你想要更上一層樓絕對不是靠追掌停板來的 而是你要有精準的洞悉的眼光 領先布局的實力 8086宏傑克投資 我們是不是先講 61279號上個禮拜 我連線的時候就講 各位對不對 是不是 有沒有 8086宏傑克 真的呢 文老師你有在 24號節目當中告訴大家 來各位再看 61279號很多人還覺得他為什麼會漲 你看 是不是一模一樣的邏輯 我跟你講 標股都是同一個爸爸媽媽生的啦 最近流行劇叫做媽寶 就是股票的媽寶 就是集團你母公司下面會漲 比如說 領養下面有那個什麼 什麼領養創新會漲 你神盾下面有安國安格會標 媽寶股票 所以這個是我跟各位講 我跟各位講標股都是同一個爸爸媽媽啦 都是同一種模式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各位你看61279號 你看他的什麼 你看他的EPS -0.2 負0.48到第2季賺1.4到第3季賺0.96 再來他的毛利率 12 22 23 再來你看他的什麼 你看他的營收 年增率有沒有上來 有 所以他股票 他股價 他憑什麼標 61279他憑什麼漲停板 他有底氣嘛 這種股票你才會買的安心抱著放心 賺的開心啊 而不是買了他到底會不會漲 或者是買了漲也怕跌也怕 因為漲你會覺得他漲很虛啊 就是可能沒有基本面 你買了買了你也很害怕像這個楊智有沒有 說真的他完全 沒有符合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整體的三微體的懸骨法則 所以最近他漲 各位投票你也不要再去追啦 我們之前送給大家過來因為他機器夠低所以我送啦 這邊我絕對不推薦啦 楊智到這裡我絕對不推薦啦 好不好 這樣各位懂的意思嗎 來除了9號以外你看像這個 2375的這個凱美 2375的凱美你看他的這個什麼 這個 EPS 0.11 1.66 1.28毛利率足跡跳升這個顏色比較白沒關係我念給各位聽 12 16 17 你看2375的凱美 你看喔 有沒有 是不是很強 今天是不是很強 所以不是每一次被動元件都很標喔各位 你要符合我們的三微體懸骨 選好股買好股的法則 他就會最標他就會最強那這個東西 盤中 各位你看盤中兵荒馬亂 國際一噴 9號一漲停哇大家亂了手腳我到底該買誰各位 這種問題就交給我就對了 因為我會用最快的速度我們團隊會用最快速度 趕快去看 誰符合三微體懸骨法則 各位就是誰 就是凱美 為什麼他最強 為什麼他最強 你看喔我舉個例子 有人去追信倉電 各位為什麼他上影線天線寶寶這麼長 那為什麼我們的凱美 能夠幾乎收在快最高點 那就是什麼 底氣的差別 差別在這個地方 再來這檔股票1584的金剛 其實也是一樣我跟大家來講 因為我跟各位講軍工概念股今天開始慢慢慢慢幹嘛 已經其實已經確立了嘛 就是政策政策做多已經確立了嘛 所以這檔個股也值得大家做留意1584的金剛他是 航太 軍工 加上能源概念股因為他有台電訂單 他有 這個 以色列跟巴西的 武器 武器公司國防的訂單 所以他是很標準的軍工 加上什麼加上能源 那你看他的EPS 0.33 0.52 0.49毛利率9.8 13.9 14.16 也是出現 足跡跳升的格局所以我才一直跟各位講 三位一體買好股 毛利率跳升 EPS足跡上升 營收大升 你只要符合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你把一套進去你就知道他會不會是標股了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的操作就是這樣為什麼我們都能夠選到這些這麼強勢的股票 為什麼因為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 這樣的公式 這樣的模式 去做操作 自然而然其實 常常就會有出現這什麼股票 這麼標常常會出現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就是 魏老師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選股邏輯上 別人的選股邏輯當然我不知道 可能有人習慣追漲停板 有人單純只看技術面 有人只看 只看基本面 反正 單純看基本面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看的絕對是什麼未來 因為你看這個東西能夠看得到未來 毛利率連續跳升代表什麼代表公司一定賺大錢 那你毛利率連續跳升你營收會不會大好 其實都會嘛 那你營收大好你EPS會不會上升會嗎 有沒有你這樣環環相控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就是代表什麼 當這些東西都好 股價漲的技術面會不會變漂亮會 法人會不會進來彩效會 籌碼面會不會變漂亮會 喔你這樣懂嗎 其實原來股價的漲 是這樣子形成的 你要找到那個最原始的 最早的源頭 應該是像這樣你看像大宗 我們不要再我們不要再去 去講這個東西你看到股價就是 股價會說話啦 你看他標不標 對嘛你看他標不標 各位投票你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這樣子我們就這樣做操作啦 我們就這樣做操作來 大宗 所以我說黑馬 總是讓人意外你可能都 沒有料想到啊 這股票怎麼會這股票怎麼會漲咧 對你沒有料想到像九豪 像大宗 對不對像洪捷克我昨天有問你一件事情 8086洪捷克昨天之前你會不會覺得他會漲 可能你絕對不會啊 為什麼因為你單純看線你看這個哇黑K12 345678 這8根 黑K棒 怎麼可能會漲 怎麼可能會漲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結果你看 整理一天今天攻到什麼 漲停板他一定有他背後的原因跟故事他就是符合 三位一體選好股的邏輯 三位一體選好股的邏輯 他股價才能夠出現飆升 所以你看這個大盤 我再跟各位強調的是這個大盤 你說接下來要再 再度出現持續創新高 難度是有的 難度是有的 但是股票會噴到你不敢想像 因為外資放下去了嘛 對不對外資放下去了嘛 所以他不會買大型全資股 所以指數就是放著給他震盪而已 或者是有時候跌一下 但是股票會噴到你無法想像 而且會針對所謂的中小型的股票 大家最喜歡的 中小型的股票 趕快來做把握 因為這可能一個 買進一檔一對就是三成五成一倍起跳 非常有動力是 我們要這樣做操作 我們要這樣做操作 這樣做你才能夠 很快速的賺到錢 各位你想想看嘛現在聖誕節再來就要過年喔 年底了嘛對不對大家都想要幫自己 不管是家人啊 家人還是爸爸媽媽小孩子想買一點好東西嘛 那你怎麼買透過 賺錢 透過股市 掏金 現在行情正好 你不要等到二月了行情都真的真的都 股票都噴翻天了那那個時候再來可惜 或者是你手上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是錯的 是嚴重套勞的 比如說 這個AI相關概念股票 不是AI不會漲 是資金他是很無情的 財報他是很無情的 他就是 不青睞你了 不然你看大盤噴成這樣子 為什麼偽創不漲 不是買進偽創身心受創 我不是要講這個 我的意思不是要講這個 不是要虧大家 對不對不是要 叮大家不是 我要跟大家講是你現在要面對現實該換股票要換 有些股票就是會噴有些股票就是不會動 就是不會動所以你要趕快要 要有動作啦 要有動作你看我昨天跟各位講先進光一樣嘛你再看一遍 3362先進光有沒有有沒有在噴 這是不是重要型股票 是啊 俗稱小力光嘛 是不是重要型股票是啊 有沒有符合我們的 三國一體選好股 有 所以各位再看一遍有沒有 EPS足跡跳升從負的你注意看喔 他從多少 負0.01到正的0.77 到賺1.44 EPS連三季跳升 然後營收 全部都是紅的太漂亮了 這種太漂亮了 這種這麼漂亮股票當然會噴啊 各位投票 這種股票 當然會噴啊 有沒有是不是一路噴 是不是一路噴 紅K你看1 2 3 4 5 6 6根紅K囉 6根紅K 很嚇人喔 送股票 後面還會有喔 還會有喔 我們都選好了喔 來投票 來 我再跟各位繼續再講 你看 我跟各位講的北斗七星 今天收盤收最高 他壓不住了 我今天跟你講他今天已經在漲了 壓不住了 壓不住了 我再告訴你 不要等到我下禮拜開牌的時候 你才來參加 當然我也很歡迎你但是呢 你真的會比別人少賺很多 好不好 你不要等到我下禮拜開牌了 北斗七星 登登登登給你看 掌聲掌聲 哇你就 那個時候怎麼辦 那個時候你當然會一定會很想參加 我知道 因為你相信了嘛 可是你會比別人少賺很多 你那你既然都要相信那不如早點相信嘛 趕快來參與這一檔 北斗七星 你看他EPS 0.19 0.52 各位 0.76毛利率 然後第三季賺多少 賺1.26 毛利率從13 17 19到30.07% 這種股票 各位朋友 不漲啊 不噴啊 沒道理 各位要好好的 好好的真的做把握 所以我說一手好牌 各位 不贏也難 真的一手好牌你只要掌握好對的方向 掌握到一手的好牌 各位不贏都難 所以你 你現在呢 要怎麼掌握到一手的好牌 就是從我們這個 週末 送好禮 選舉財神的概念股 開始來 開始來酌取 好不好 趕快第一個動作 加Light 加Light 好不好 加入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M888 小老鼠 MRE 888 我們會贈送這些 相關的 選舉財神 概念股 跟大家 來做一個 分享 好不好OK 那時間關係 記得喔 週末時間 不管你是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哪天看到都沒有關係 反正現在網路無國際 YT無國際 看到 趕快 加入Light 來索取 我們這份 珍貴 寶貴的 重點 資料OK 好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週再見囉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